一项由小时顿同园会主办的华裔移民对美国贡献特奖 于6月1号中午在乔家中心展览室节目 中美双方正要踊跃出席 纷纷表达他们对此展出的重视 出席的贵宾包括国际领袖基金会执行长董基林 乔委员会副委员长余元荣 台北经文处夏季昌处长 修大超岛中心主任朱金武博士 以及陈卓明教授的人 他们在致辞时除了恭贺开幕 也深深地认同此展出的历史意义 把移民的成就和美国国力的发展并列 当天出席的贵宾 还有美国第22区国会议员Peter Elson代表 颁奖给李元荣副委员长 美南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 代表美国德州州长Ricky Perry 颁发感谢文告给李副委员长 Harris County县长Ed Ammon颁奖给陈委员长 以及乔教中心邮政才主任 修顺市市长Anise Parker颁发陈士奎日文告 由李副委员长代表接受 其他国会员如埃尔格林 也有请亚裔代表谭秋勤带来贺壮 以及百丽市市长和唐城市市长 更是亲自与会带来贺壮 怀疑移民对于美国的贡献是由我们乔务委员会和美国在台协会所共同联合主办 那除了在台湾的各大主要城市都已经举办过联合展览之外 这次我们也很高兴在休斯顿地区借着每周年会在本地召开的机会 能够和本地包括我们各主流社会的民选的官员 还有我们主流社会的人士 然后一起共同来参与这次的展览 大家共同为所有从一百多年以来 包括从中国大陆的移民 从台湾的移民 他们在美国社会所做的各项贡献 能够在本地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也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的社会 这么多的移民 贡献了他们的所知所学 能够共同来成立了这样一个成就一个这样伟大的国家 这项华裔移民对美国贡献特展 有系统地介绍了华裔在美国各个领域内的重大成就者 包括美国第36任商务部长 二任华盛顿州长 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家辉 体育界 如美国体操史上首位亚裔成员周婉宜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为美国赢得团体金牌 以及在美国历史上拥有最多桂冠花式溜宾的观影山 和美籍作家哈金 美国首位亚太裔大使张之湘 美国交通部副部长赵小兰 更有来自台湾 屡屡在美国奥斯卡荣获殊荣的导演李安 以及纪录片名导曾一田 在航空界有NASA太空人焦力中 他是史上第一位华裔太空指挥官 以及来自台湾 因参与美国太空总署的火星拓荒者计划成就非凡 著名太空人王干俊 美国波音公司第一位工程师王祝 在艺术上有成就 包括美国1920年到30年代的末片演员王柳霜 著名建筑师林英 以及在科技领域中 如全球最重要的鉴赏科学家李昌玉博士 德州超导中心主任朱金武 纽约艾朗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科技主任和总裁 台湾移民何大一博士 曾于199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朱蒂文 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尤其是长官来到这里 从一开始一百多年前的这些图片 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年轻一代的能够有一个非常杰出的角色 都非常仔细地看过了一次 这代表我们美国主流社会 现在对我们华裔移民的这种重视 也这种肯定 这是我们在主流社会上交往的国际领域方面 这是迈向一个很大的空间 尤其是说被respect 这在美国的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 在被尊敬被肯定 然后给我们一个空间 让我们有机会平等的发展 尤其是在政治的舞台上 我们可以坐在同一个桌子上 做我们需要的决定 发出我们的声音 而且时候也很对 因为现在就是移民的问题 在美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大家讨论的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让 我希望它不仅仅是美国华侨来 华裔来 我希望本地人也来看到 希望知道这个移民 是在美国生活社会里面重要一部分 这项极其珍贵的华裔移民 在美国历史的展览 从6月1号到6月14号 在恰恰中心的展览室展出 希望各界能够前往观赏 在美国的座场上 然后我们可以画到最后的视频 就会画到最后的视频 感谢观看